您好,我們是全杰科技,我是高晶海 我們現在開始為您做教學展示 現在我們再看一下Design Expert V11版 一個內建的範例,就是過濾的系統 然後它很簡單,用Two Level Victoria就是兩個水準的因子設計 OK 那如果你想要更快,你就直接在HELP裡面Tutorial Data按這個 按這個FILTI這個RAID這個 那如果你要自己去鍵的話 那請你記得在這個FITORIA,Regular Two Level去選這個 4的這個,因為它的資料結構是這樣 就是4個因子的 OK 然後這邊就是它的因子的名稱 溫度、壓力、濃度、攪拌率 它的低跟高的Level都在這裡 OK 因為是4個嘛,全實驗設計 所以這邊出來的實驗設計表是怎樣 那當然你這邊,你就要去把它填進去 那填進去就是這個樣子 OK 然後接下來就是Summary看一下 看得到它是Two Level的 兩個水準的因子設計 然後它,因為是全實驗它夠強 它可以到3F 就不只兩個,有三個因子可以連在一起 然後到這個因子設計這邊 那FITORIA,OK 這是資料大概瀏覽一下 OK 然後蘋果大概三個 那3F是什麼意思 就是AVC、CD、AAVD這樣子 這是三個F 那三個包含包括兩個F的 OK 那這一個是它的這個FDS的 OK 好 那如果你用這個HUB Normal Pro 你就大概可以先框的出來 那有Main Effect跟交互作用像 兩個的 那這邊可以看得到 如果這樣去把它勾出來的話 那這個Aroma表跟它的係數 這邊都會算出來 OK 好,這是交互作用看一下 因為我們有勾到交互作用像 那這是3D Service的圖 然後如果你要做最佳化 那如果你是Target的 你就選一個Target 在這個範圍它用73.5 我要找這個 然後它就幫你配了 配了 配了這一個東西 那它的DT居然是1 就是說如果你照這樣做 真的可以到73.5 OK 然後這是它的係數像 那係數像 每個係數都顯示給你看 另外它的PV率也顯示給你看 這樣讓你比較保證跟放心 OK 那我們這一個的PowerPoint的說明 就到此結束 等一下我們再做實際的操作 那我們開始把實際上來操作一次給大家看 那那個模型的建立 事實上 這是很典型的 Regular 2 Level 就是常態型的 2 就是兩個Level的 然後我們就是選4個音子 所以它是全實驗 OK 然後我們這音子都把它 名稱把它打進去 它的High Level Low Level 因為我們都是數值型的 OK 然後我們反應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這邊你可以把它拉 拉過來看一下 然後繼續 然後這是它的PowerPoint給你看 OK 那這就是它的實驗計畫表就排除了 那沒關係 我們不想填 直接用LARIS資料 然後把它填進來 這樣就可以了 那資料就是全部都在這裡 OK 那剛才我們就 剛才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這個 這個 它的 Information 2 Level 3F 因子的 因為我們 這個 足夠的實驗可以來 來做這個 那是Nord 可以講 可以看到 這是從 孟哥瑪莉這本教科書出來的範例 OK 然後這每一個資料 大概你都可以看一下 它的對應的 大概瀏覽一下 那這個是3F的 3F 我們 ABC就不要了 這是評估可以做到最高 是這個樣子 結果 OK 那這是Graph 看一下 這個可以看一下 Qubit 那我們一樣 開始來做分析 有分析才能夠做最佳化 OK 那我們這Effect 看一下 那這邊就可以全部 它幾乎幫你選取出來的 如果你不要 OK 這是不要的情況 這個是 Hurvenormal 這是 這是Normal的 這有正效應跟負效應的 這是柏拉圖的 這是 Numerical 那這邊 我們可以把它 全部叫3F 3F之後 我們叫它自動幫我們選取 我們來看一下 OK 選取出來 用這個看比較清楚 這個選取 我們就還滿滿意的 OK 那我們選取完之後 就要看Aroma表 這還都可以 PValue都小於0.05 來這就來診斷了 OK 然後 各種的樣子看一下 這是模型 一樣 Perturbation OneFactor 這滿快的 交互作用項 那交互作用項 你可以選很多 這個也是不同的交互作用項 這是Conture 預測跟實際的 三維的 OK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可以繼續做 我們 因為反應只有一個 我們可以說 我們這個要求最大化 然後溫度假設 我們希望它在最小時候的最大化 可以這樣子 然後我們求 把它求減 給我們65個的 然後在底彩B2T0-76 沒有到100% 但是也盡量的 OK 然後我們在這邊的 係數也都給我們 那我們這個展示就做到這裡 截止 謝謝 全節科技 謝謝您 再見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